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米姐 第一集的三米姐上菜反应不错 效果也蛮好的 所以今天就有第二集啦 今天要分享的是零厨艺葱花鸡汤 准备的材料有 葱一包 鸡肉拌汁 那这边大概是700克 然后经济室已经帮我汆烫好了 姜片一些 一碗的米酒 跟一包的红细菇 首先葱要把它切成葱花 那经济室已经有先切了示范给我看 葱花要切宽一点 主要是他在煮汤的时候才不容易煮太烂 这样可以吗 好像还不错嘛 跟经济室的比娃娃切得有点太大 不过总比太小好了 是不是 把葱花 开火 大概开到中火左右 倒一匙的油 倒油之后呢 我们要把鸡肉放下去煎 鸡肉的皮要朝下 就是要煎鸡皮的意思 这是要把它煎到 就是像这样有点焦黄焦黄 然后就可以 翻面 有点紧张 油其实有点喷 翻面完之后我们就要下 这一碗米酒 我们现在把鸡肉放进铸铁锅里面 然后要倒汤了 接着要把 葱花全部撒进去 把姜片放进去 好我们把锅子放进这个电锅里 接着我们倒入滚水 你很像在泡咖啡 所以意思是不用转就对了 但我想说这样子它才可以均匀的都 你只要淋到那些虫 好再来要设定电锅的火力跟时间 火力设定在中火 时间20分钟 开始 好滚 接下来我们要加一点盐 然后我们要加两匙盐 一匙盐的分量大概是这样 最后我们把红洗锅放进锅中煮大概三分钟就完成了 把它拌一拌 我们来试一下味道 我觉得可以 放一些新鲜的葱花到汤里面 然后呢 关火 葱花鸡汤完成了 试吃时间 我觉得今天的水 我加太多了 所以 那个肉 比较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葱呢 因为金鸡是说他之前有用掉一些 所以我觉得 葱如果再多一点的话 那个汤的香气还有甜味应该会更好 今天就这样收尾好了 我觉得收不太切 那跟大家说再见 好啦好啦 就是 我觉得 水 葱 还有就是米酒 如果你也很爱喝酒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多加一点米酒会更好 好啦 那我觉得今天的葱花鸡汤 还可以 那我们就下一次 期待第3集 拜拜 这样可以吗 嗯 好多啦 啊我今天要做什么 葱什么汤的 卡 这期卡 第1集的三妹姐 我今天呈现比较冷静的状态 你不要这样吗 有好像可以了啦 我觉得不可以耶 我可以看一下我刚讲什么 我就忘了 有第2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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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